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经济域,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不久前,美联储数据显示,美国收入前1%的超级富人的财富,已经超过了收入在中间60%的家庭拥有的所有财产。 这是自1989年美联储开始追踪该数据以来首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些前1%的巨富是怎样登上财富巅峰的呢? 其实,富人之所以有钱,越来越富,必然有其原因和特点。 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了解超级富豪的共性和特征,对自己的财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意义。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盘点超级富豪具有的十大特征。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请大家不要吝啬手中的点赞还有关注,您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 特征一,雷厉风行,敢想更敢做。 生活中,绝大多数人总是说得多,想得多,却做得少。 也许上一秒,你还愁愁满志的,想着要怎么大干一场,下一秒就忍不住想东想西,前怕狼后怕虎,最终还是继续选择躺平。 励志成功大师拿破仑西尔曾说过,不要等待,时机永远不会恰到好处。 面对抉择,富人总是当机立断,而很多普通人习惯做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即使已经穷困潦倒,一无所有,却依然还在犹豫不决,不愿改变。 超级富豪们正在凭着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魄力和执行力,才改变了所谓的命运,创造了今天的财富。 所以,所谓命运不过是不同选择下所产生的不同结果罢了。 面对不同的选择,你越是迟疑,机会离你就越远。 有些路不走,永远不知道后面是怎样的风景。 有些事不尝试,永远不知道你会收获什么。 所以,普通人欠缺的不是想法,而是说干就干的执行力。 特征二,独树一致,不盲目从众。 一个人要脱颖而出,关键要敢于走跟别人不一样的路。 大多数人都希望能融入到群体中,并成为其中一部分,但是无法让自己从人群中被区分出来,也就意味着沦为平庸无奇。 这就是为什么只有1%的人才能成为超级富豪。 隋大流固然很安全,但也会永远跟在别人后面,不是所有的隋大流都是值得做的。 比如,同学都结婚了,我也应该赶紧去相亲,找个人快点结婚吧。 朋友都在健身呢,我也应该去办一张健身卡吧。 别人都在做微商,我也想,要不然找个项目赶紧加入吧。 当大家都在做相同的事情时,要想成为那稀有的1%,就必须要有自己的风格。 正所谓人无我有,人有我忧。 只有真正知道自己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才能更准确从容地掌控自己的人生节奏。 特征3,能提供既有价值又便于实施的想法。 很多超级富豪追求成功的最高目标是做一个有价值的人,提供对社会有价值的想法和服务。 不过,很多点子虽然有价值,但缺少可操作性,或者实施难度极大。 一个不能实施的想法,不管都有价值,最终也只是空中楼阁罢了。 因此,在职业规划的过程中,一定要想清楚自己的技能是否同时兼备了高价值和高操作性两个要点。 这样才不至于竹篮打水一场空。 以现在最火的自媒体为例,如果你想做视频剪辑,一定要经过大学专业四年的学习才能实现吗? 当然不是,很多高价值的技能只需要几个月的系统培训就能开始接单创收了,也就是一时失信。 说的再具体一点,视频剪辑属于后期制作,摄影则是前期环节。 在自媒体创作中,这两个环节密切相关,前期拍摄的好坏直接影响后期的制作。 然而,从职业的角度上,这其实是两个分开的工作。 所以,如果一个视频完全是由自己来独立制作的话,学会摄影当然是第一步。 但如果就单纯剪辑视频来说,剪辑师是不需要精通拍摄的,也就是说,掌握其中一门技术就足够提供价值和可操作性。 因此,成功的途径绝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复杂,关键是能找准方向便于实施。 特征四,重视房地产投资 富人们都不只有一种单一的收入来源,他们大多有各种不同的收入方式,比如房地产租赁、股市投资、副业的部分所有权等等。 根据2019年发布的世界财富报告,全球高净值人群净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不包括自住房产平均20%的资产都用来投资房产,仅次于股票。 可见,全球的富人都是喜欢买房子的,当然我们说富人喜欢买房子,并不是说其他人不喜欢买房子。 而是说,富人财富总量大,在资产配置的时候没有财务约束,主要考虑风险和回报,而中低收入家庭的钱少,买了套房子可能就没钱了。 这时候的资产配置不完全反映风险和回报的权衡,而更加反映财务约束。 全世界的富人之所以都把房产作为财富配置的首选,背后的原因是房产的回报率高,而且风险低,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做好资产配置,适当给自己增加杠杆,用复利思维来投资,做财富的主人,而不是奴隶。 特征五,爱折腾,不安于现状。 富人们很清楚任何工作都没有永远的安全感,也没有所谓的稳定,即便有,也是建立在自身的成长之上的。 因此,富人们强迫自己走出舒适区,不断挑战自己。 时代在进步,如果不学会去改变,不懂得如何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最终可能不仅仅是失败,而是失业。 记住,最快的成长方式就是尝试新鲜的事物,只有学得多,底气才会足。 特征六,求之欲旺盛,保持阅读的习惯。 越成功的人越喜欢读书,因为读书是成本最低的学习,它不受时间和地点的局限,可以随时随地获取信息,帮助大脑不断激发创意和好点子。 正如《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一书中所说,有钱人持续学习成长,而穷人认为他们已经知道一切。 特征七,热爱强身健体,保持最佳身体状态。 有钱人对于生活品质和健康是很看重的。 对于这些富人来说,全国全世界非是家常便饭,但每天无论多晚,他们都要完成当天的运动量。 因为脑力和心力的前提,是有一个好的体力。 76%的富人坚持每天有氧运动30分钟以上。 有氧运动包括跑步、短跑、快走、骑自行车等。 强健的体魄不仅是一切成功的前提,更是对享受生命和事业升级的最好嘉奖。 特征八,永远都在寻找机会、创造机会。 富人的机会是自己发现并紧紧抓住的,而不是靠壮大运, 碰运气得到的。 富人在抓住机会的同时,还会让机会再生新的机会,而不是一味地赚大钱。 反观普通人,机会确实比富人少,但也不是没有。 最大的问题是,很多人看不起,看不见,也看不懂机会。 缺乏发现机会的眼光,往往对机会视而不见,或者不能充分利用机会。 要知道,很多时候机会稍纵即逝,不会一直存在。 而且有时候,机会看起来并不像机会,或者抓住机会的希望,看起来非常渺茫,只有很小的可能性。 这时候富人的做法是,即使只有一线希望,也要尽力而为。 任何机会,只要能抓住,都可能带来巨大的财富。 特征九,善于把任务交接出去,集中精力处理深度工作。 很多成功人士都坚持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因为这是现代社会分工合作的必然。 举个简单的例子,家里空调坏了,自己上网搜索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什么故障。 做了一番功课,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半天,最后还是得给客服打电话报修。 其实何必呢?这半天时间不宝贵吗? 为什么不把时间花在你的专业领域提高上,或者用来锻炼休闲一下, 亦或是和家人逛吃逛喝聊聊天呢? 所以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是一种很高级的能力。 特征十,说得少,听得多。 有钱人都懂得倾听的重要性,通过听的过程,他们能获得更多的有用信息, 同时了解分析出更全面的市场动态和趋势, 针对具体情况,平静,解决方案及需求,找出最实际可行的方法。 这样一来,自然越来越成功。 如果一味地要求别人去适应你,只听你一个人讲话, 不仅很难交到知心好友,更不会办成大事。 因此,与人交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会把说话的权利交给别人, 学会做一个好的听众。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内容, 希望大家通过收看我们的节目能有所收获和思考。 看到这里的朋友别忘了关注对境机遇, 再次感谢大家的点赞还有关注,咱们下期再见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